現場亂轟轟只見一名黑衣男一臉慌張 一開始只說在吵架 直到大批警力抵達 他才終於說出真相 原來黑衣男是來找女友 結果釀成衝突 二號晚上八點多 台北市士林一間鹽酥雞店 警方調查20歲的私信男子 部門女友前幾天跟同事外出 直到凌晨都沒回家 懷疑兩人有曖昧 找來兩名友人一起到店裡理論 結果雙方一言不合爆發衝突 附近店家都看到 還有人衝進店內打人 嚇得趕緊報警 聽到有打架衝突 警方出動至少10名快打 警力到場立刻將人帶反鎖 只是因為感情問題 竟然在熱鬧的夜市裡大打出手 雖然事後雙方不提告 但男友幫忙出氣 尷尬的卻是女友未來 該怎麼面對自己同事 TBN新聞 周末無心燕 台北市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